介紹珠寶的特殊性 我们来谈到珠寶的特殊性呢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需要美美的事物 美美的材料 美美的装饰品 美美的事物 美美的材料 美美美的装饰品 珠寶当然就是 你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珠寶有很多种材质哦 当然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有不同的珠寶的佩戴方式 那我们要如何进入到这个课程里面去学习珠宝呢 当然首先老师会介绍在珠宝的材料当中的一些像宝石它的特性啊 或者说宝石的颜色等等 那珠宝呢在一些特殊的意义当中 比如说跟你的生日的月份有相关 我们可以去探究一下 哎红宝石它的背后 它的寓意是什么 它的生日的月份是几月 那比如说像钻石 那钻石的话是在生活之中 我们知道说在结婚过程 就是在结婚的过程当中 是新人非常喜欢的一样材质 那有了钻石这个材质 当然要有所谓的设计咯 那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节日 还有不同的年纪 它所佩戴的珠宝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款式 这就是我们来上这门课的特殊 我们分别来看三个YouTube上的影片 那这三个影片呢 中间有张修兰珠宝设计工作室 好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张修兰老师 这个设计工作室当中 介绍了他自己如何进入 这个珠宝设计的世界里面 珠宝设计以追求高雅 时尚风格为导向 设计师需融入工艺与艺术的美感 展现珠宝除了光彩夺目色彩外的文化内涵 才能打动人心 今天 节目要跟大家介绍一位 曾旅居意大利七年 在国内外参加许多的展出与获奖 获得许多肯定 他用怎样对艺术的热情 赋予他的珠宝创作新生命 新风貌 我是美术系毕业的 我自己是从设计 从画画 从雕塑的眼光 先进入这个珠宝的世界 那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 喜欢佩戴珠宝 或者是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才开始做这个珠宝设计 事实上是我们因为非常喜欢艺术 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接触了一些美术馆 像是故宫 像是一些很精致的小的物件之后 第二段YouTube的影片 我们来介绍一位设计师 叫吕正南 吕正南老师 非常专业在珠宝绘图的部分 那我们从影片当中 可以去观察老师 如何在一张平白的 一个白色纸张当中 我们开始去着手 所谓的宝石设计 那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同学可以去学习到一些设计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课堂当中会介绍一些宝石的概念之外 那同学也会有机会来练习所谓的手绘珠宝图 那我们在如何着手去做珠宝设计图的概念当中呢 当然对于美术的构成 美学的构成 那宝石如何排列在珠宝当中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知的 那从影片当中 我们更可以去看到老师用熟练的手法 去表达这个珠宝设计的产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